Hello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迷光门银 那么今天我们来玩一下 意愿地图的双组恐惧挑战 我们要面对查理王子 还有拉苏公主的一个 哎 拉苏公主 拉苏公主 我们冲刺直接跑掉 直接跑掉 哎 跑进来了 他应该不会进入房间里 吓人啊 他追到我的屁股后面 然后离开了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红色加绿色是加速 那么绿色加红色就应该是隐身 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我们直接冲出来看一下 有没有绿色加红色 哦 这边全部是红色的 有点尴尬了 那么我们需要稳定一点 稳定一点 至少有个加速才行 好 我们已经有一些眼睛了 我们看一下 一个在一楼大厅 另外一个在楼梯间 我也不知道他的楼梯间干什么 可能是个玩送吧 那么两个红色的话 应该是一个探测 但是对我们来说是没有用处的 我们一定要找到绿色药水瓶子才行啊 运气不是太好 稍等一下 绿色瓶子 绿色瓶子在哪里 不管了 现在一个在地下室 另外一个又在楼梯间 我的天哪 大头差里怎么走 在楼梯间 哦 有鬼喽 他们都不走啊 大头差里下楼 另外一个也是在下楼 OK 我们可以出去看一下 有没有绿色 如果没有绿色的话 我们也可以往楼上走一下 楼上的话 如果大头差里不在这里 我们是可以直接上到二楼的 好 终于看到一个绿色了 没事 我们暂时的这里还是很安全的 虽然拉苏公主在楼下 她的一个速度很快 但是她应该是追不上来的 好 这边我们来看一下 有个绿色瓶子 有红色瓶子 OK 我们可以直接的引申出去了 好 多拿一点眼睛 多拿一点眼睛之后 然后我们吃掉绿色瓶子 和一个红色瓶子 OK 这里居然还有一个 现在差点漏掉了 好 那么走吧 这个时候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有一分钟的时间 好 好继续 好 她穿过去了 穿过去了 这个扫墓是不用怕的 因为我有隐身 如果没有隐身的话 刚才可能我就死掉了 好 这边有很多绿色的瓶子 但是红色瓶子没有 红色瓶子没有 好尴尬 绿色瓶子全部在二楼 然后红色瓶子没有 这个比较尴尬 有没有 好 这边有一个绿色 有一个红色 刚好 我们可以吃了之后 往楼下跑 好 我们吃一个绿色 吃一个红色 楼上没有红色瓶子是 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好 走 那是够了 我又看见大头插底 而且穿过我的身体 直接跑掉了 好 那么我们现在应该是往楼下跑 好 绿色叫红色 打到插底 刚刚冲我眼角 直接跑过去了 我们这边来看一下 难度还是挺高的 这边有一个红色 然后楼梯道有一个绿色 到时候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啊 这边直接有一个绿色 挺好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房间里面有没有 好 居然没有 好 那么现在是怎么一个情况呢 还有15秒 我觉得我有必要在这里把这个绿色给吃掉 然后再去吃红色 好 那么就这样做 ok 一个在楼上 一个在 不知道在哪里 然后我们这边可以冲一个次 然后直接冲过来 把这个红色给吃掉 好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去楼下 走 我们到楼下去看一下 我直接从我的背后穿过来 有点危险 好 这个位置 我们看一下一个绿色的药水 如果有红色药水就最好了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这边可能有一点难度 好的 看一下 时间有点 有点解迫 不过25秒的时间 红色药水没有 糟糕 看一下 这边有没有 12秒 糟糕了 有点麻烦了 9秒 7秒 这边就有点麻烦了 我们看一下 刚好大楼下 插底从我面前 他们都在楼下 天呐 稍微等一下 稍微等一下 稍等一下 稍微等一下 会不会有点害怕 好 查理应该上楼了 再看一眼 没有上楼 看见没有 他好阴险 他直接又绕回来了 我的天呐 原来是大树公主 他又绕回来了 OK 我们再看一眼 两个都下来了 还有一个上去了 另外一个在我的后边 最后一个眼睛了 OK 都上去了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就 赶紧的 抓紧机会吧 这个速度很慢 速度移动 速度太慢了 我们看一下 首先要去分药水 红色药水 我们应该先吃绿色 再吃红色 可是 这边没有绿色 这边没有绿色 我的天 找到了 吃掉 好 然后我们加一个树 吃掉一个红色 好 安全了 安全了 好 比较安全 比较安全 这边吃一个钱袋子 然后再吃一个钱袋子 返回 好 这里再吃一个钱袋子 好 还有一个绿色药水 挺好的 26个钱袋子 好像有点难度 27个 28个 糟糕 好像差钱袋子 9个 好 这边来 他们过来了吗 28个钱袋 平时是30个钱袋子 这一次居然少那么一个 好 不管了 这边我们来先 先看一眼 好 吃一个 然后我们在这边拿着吃一个红色 那么剩下的一个钱袋在哪里呢 我们要去看一下 要是拉苏公主 从我面前放过去了 剩下最后一个的话 我们看一下 应该是红红对吧 哦 这里有一个 漏了一个 天哪 还有哪里漏了一个呢 红红的话 看一下 红 走 居然是暮芒 然后这边 这边有一个红 然后这边有一个红色 然后这边有一个红色 我非常地讨厌 我跟你说 好 大楼上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 绿绿 这这这边 居然没有绿色 只有一个瓶子 然后我们去其他位置看一下 有两个绿色 有两个绿色 好 还差一个绿 我们就可以看到 最后一个钱袋子在哪里 我去 就在隔壁 好吧 那么我们可以逃生了 好险 这个谈广告 非常的讨厌 人家不在这里挣扎了 直接逃掉 因为太危险了 好吧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小伙伴们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